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 透过空拍机的镜头 从空中俯瞰 陡峭的边坡 疑似因为下雨 整片滑落 原本生长在边坡上面的树木 也跟着滩方的土石 倒塌在路面 这里是苗栗县 大湖乡台山县 140公里北上的路段 12号晚上8点半左右 大片的土石 夹带树木 疑似因为含水量过多 从边坡上面滑落 所幸当时没有车辆经过 会造成人员受伤 警方获报之后 立刻派出远警 到场围起封锁线 随即也联络苗栗公务段 清除车道上的落石和倒树 并且摆设三角锥 管制单线双向通行 警方提醒用路人 行经这个路段时 务必小心驾驶